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我們今天很高興要出外景 而且今天請到的是重磅人物 主要原因是有個人私心 就是這顆綠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而且設計原理也深得學長的心 那我們歡迎TryUp的Eric 大家好,我是Eric 然後我是TryUp的主理人 然後同時也是十九空洞研究室的創辦人 對,那今年得到冠軍了嘛 好不容易吼 對 比的六七屆 比的六七屆 終於該你了 是是 恭喜恭喜 那今年就是用這個綠杯嗎 對對對 其實從去年就是 然後今年是一個比較正式的版本 終於吼 但是這個綠杯呢 真的是不負眾望真的很厲害 對,我自己用起來覺得很棒 那我們今天主要呢 就是請Eric跟我們分享一下 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這個綠杯創作的一些緣起啊 一些理念 第二部分就是實際充足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知道這個綠杯怎麼可以如此簡單 但是很好喝 第三部分呢 就是它的設計原理 讓大家可以更深度了解 一個器材的誕生 背後有需要付出很多的東西 還有很多的設計的巧思 OK,那我們就請Eric 來跟大家講一下吧 好,那最早的時候呢 開發這個綠杯 其實跟比賽有很大的相關 對,那我們每一年都希望 比前一年的比賽再更進步 所以都不斷就看自己的評分表 對,那最早的時候就是 18年19年比完 然後19年輸給Sherry 對,比完賽的時候呢 然後就看了一下評分表 發現我的咖啡的甜度啊 還有平衡感 沒有那麼理想 對,所以我就開始去想說 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甜 可以帶的更多 然後咖啡可以喝起來更平衡 所以其實結論就是 想辦法把咖啡給磨細 對,那我線的方向走 對,然後我做的比較極端 要嘛特別粗,要嘛特別細 對,所以我就 在比賽的時候 就磨到跟異式眼磨一樣細 對,所以我20年的時候 是用V60的Switch下去比賽 對,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發現到其實卸磨的衝浮 難度非常高 對,比如說它容易帶苦 流出特別慢 嗯 然後萃取人容易不均 嗯 所以這就是我開始 開發濾杯的最大的想法 我要做出一個可以細眼磨組好 嗯 然後均勻度提高 的一個濾杯 要擠,但是又不會擠到 亂七八糟的這樣 對,然後 其實某方面是因為 我們是做神豆 然後20年的時候是COVID 對,所以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過得非常的辛苦 那就很希望說 可以找到一個 重新去想萃取的一個濾杯 另一個想法 然後想要讓泄膜可以沖得更好 同時之間可以善用我們的咖啡粉 嗯 所以我就可以用更少的咖啡粉 但是同時間做到一杯 一定的量 然後一定的強度 的一杯咖啡 所以你指的最少咖啡粉 是每一次單杯的量的少 還是粉水筆可以拉高 粉水筆可以拉高 對,所以我像我 後來比賽的時候 我只會用8.5克的粉 然後煮160克的水 對 最近接近快1比60耶 19點多 對 所以就是希望說 我們重新去思考 就是萃取的這些方向 然後 當然在這些過程當中 就遇到很多挑戰 對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開發 一款自己的濾杯 去符合說 怎麼樣讓均勻度提高 然後CM也被充足了一顆濾杯 對 所以就慢慢的這個濾杯 就開始成型 後來在19年跟20年之後 就跟台灣的Hario去聯絡 然後聯絡到之後 其實他們就對我很好 然後也很有耐心 對 因為發開發時間很長 對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不斷的去討論 怎麼樣去把這顆濾杯 可以做得更好 但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跟Hario 原本大家只經典的這個V60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就是它是平底 根本就不一樣 落差 對 然後因為這個平底的濾杯 其實主要就是希望 我們可以去縮減粉塵 對的厚度 讓我們去提高它的均勻度 所以其實整個沖煮的過程 然後還有整個沖煮的設計概念 原理 就是盡量去提高我們的均勻萃取 那我相信就是在均勻萃取 更能夠善用咖啡粉的前提下 然後提高均勻萃取 我們就可以讓咖啡的表現去提高 這個提高的方向是去減少苦跟澀 所以有些水可能原本 把苦跟澀的物質給溶解出來 當這些粉可以更好利用的時候 它就會去減少苦跟澀的溶出 但是這些水的利用就會反過來 是把咖啡粉裡面有的 比如說我們喜歡的酸啊香啊甜 這些東西可以溶出來 所以換個角度講就是 像V60種濾杯 現在對你來說就是會有部分的苦啊色啊 會溶出來 對 就是我認為苦跟澀的萃取型 主要就是在它的萃取均度 對那每一個濾杯它的可以呈現理想的方向 我覺得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解決那個椎型濾杯 它的粉塵也不均勻 對 所以更容易發現最好的問題 對 好的阿里有好好記住 每次繼續講 對所以在整個開發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開始去磨得更細 然後磨得非常細的時候就發現 我們的粉跟粉之間的排列緊密程度就非常高 對 所以就會變成流速非常緩慢 這也是為什麼它的中柱誕生的 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裡 我們去破壞掉咖啡粉塵的聚合 就可以讓流速變得比較順暢 中柱 所以有這個中柱會破壞粉跟粉之間的那個黏性 對 然後同時間它還可以當成布水的這個器具來使用 如果可以就直接注在上面 那水就可以去減少沖刷 對 對所以大概整個開發的過程當中 就是跟著我想要做細鹽膜 然後可以把咖啡甜度提高 但同時間就可以讓流速穩定 來表現它的香氣 對 所以一路就這樣開到這邊 真的是 反正有目標嘛 然後慢慢的推導出一個器物 對對對 非常好 OK那我們就先來讓沖煮一下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濾杯 剛剛說了這麼多 它到底怎麼呈現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會使用的咖啡粉是10克 你先講一下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濾紙是怎麼用的 所以其實它還蠻簡單的 最早它原本是液體成型 然後我們也是思考過說 對沖煤車來說可能會有點辛苦 對所以我們不需要去減動 我們就是把這個中柱先分開 然後濾杯放好之後濾紙放進去 所以平常是這個狀況嗎 對 是這個狀況 然後放濾紙 對然後我會把它進濕 進濕完之後 我們再把我們的磁鐵放在中間 這樣就完成 這個是不知不得 這個是一般磁 一般磁 對 所以它是中間更是一個磁吸的 對 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會有那個礦道 掉落的問題 所以這個應該不好做 辛苦大家 就是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想做解決的方法 OK 好 這個大家Middle明白了 好那我們就會用10克的咖啡粉 我們把它倒進去 然後再稍微輕拍一下 所以我整個沖煮的過程當中 就是不斷的繞圈 因為我也是想辦法去提高 我們萃取的均勻度 那同時間呢 有一個中間的這個圓柱在的時候 我們的咖啡粉就不會亂混動 對 那我喜歡喝的比較酸一些些 所以我在初期的時候 會使用的水量比較多 可能就會到差不多60克 這個對一般的人在悶蒸的水量來說 其實是非常大 是用1比6 對 然後我們等到差不多20秒到25秒左右的時候 會再繼續做 下一個60克 對 所以這個研磨度有特別細嗎 大概在C40的話 可能會是差不多16格就給有 很細耶 白細的 對 那主要就是讓它流速也還是可以穩定 然後 整個流速稍微快一點點 嗯 然後磨得比較細 這樣一個平衡的狀態 它可以達到的效果 香氣啊 甜度啊 然後還有整個粘重度的表現都會不錯 所以等於說 我用研磨度要吹一下細 但是它的滅邊流速本身是 會讓它稍微再快一點 對 對 那我在55秒的時候 其實會先從旁邊 簡單的把咖啡粉打進去 嗯 然後就鑄在中間 然後就會鑄到170 15 這樣我的充足就完成 A比17.5 對 等一下喝看看 好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確實 以最後面的感覺是 最後面的感覺是比較 有點嚴 所以是比較真的是細的 對 真的是蠻細的 因為給大家一個參考 我C40是用26 嗯 對這是16 對 所以真的超細的 主要是其實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最後變成有點浸泡的狀態 那通常平底濾杯在浸泡的後期 其實整個流速是會非常非常慢 那我自己抓到的一個正常的沖煮時間 大概是1分半到2分半之間 只要是在2分半以內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後面淹水的狀態 也不會對咖啡帶出苦澀的這個印象 對所以像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的整個流速 雖然到 它的流速比較慢 可是它還是很穩定的 再慢慢的往下移 慢的穩定就比較好 對 比較突然煞車 對 那種是比較可怕的 然後同時因為它是平均粉塵 對 所以它是平均下去 不會有一些特別 就是如果淹水 又是在追行濾杯流 你知道嗎 粉塵厚薄不一樣 那個特別嚴重 對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它現在就是差不多 已經是往下的狀態 然後 我平常會稍微看一下 就是上面 是不是有那種乳狀的感覺 嗯 那其實以這個來說的話是 就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到 它粉的這個 顆粒的狀態 嗯 那其實通常都會告訴我的是 它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那我當然還是會抓一個停止的時間 然後比如說像現在2分半 2分40秒 然後開 所以後面那個 有超過1分鐘的這個 最後一段 浸泡 對 所以甜感來也會在這一段嗎 呃其實在前段的時候 差不多 就有一段 對 然後它其實是 我們把這些物質溶解出來 嗯 然後剩下的這個水的移動過程中 是把它慢慢的 帶到 咖啡裡 所以可能前面一二段 就已經溶出來了 對 就慢慢用水把它 運送下來 對 OK 好 各位有沒有聽懂 對不對 跟那種冠軍型的講話 就是如此精簡 然後每一句都充滿了 笑音意義 可以喝看看 那其實 一個非常長的粉水筆 就是一個高粉水筆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強度 可能跟一般在組 可能1.13 1.14 其實主要都是回到眼磨度 而且整體喝起來的前後 入口的強 那個強勁程度 還是之一 就是你覺得後半段泡很久 但是其實後半段 不會非常的暴力 對 蠻舒適的 這個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自然出城市 對 那我平常的話 其實在後段 我可能會選擇的 就是在稍微低一點溫度 嗯 我可能像我比賽的時候 做的比較極端 最後一段我 45 對 那平常大家如果 在喝的 就是比較細的眼磨 其實我通常在最後一段 我一定會想辦法 把水溫稍微降低一點點 這樣一個比較長的分水筆 可是在後段 用一個比較低溫 它喝起來就會更乾淨更舒服 乾淨度 可能大家沒辦法想像 因為一般來說我們在喝戲 我很怕就是尾巴就爆掉了 嗯 我整體喝起來很黏膩 對 其實喝起來的層次感是相當不錯 我自己感覺起來 是覺得 自然層次感 而且不像是 那個平底濾杯的層次 對 其實 比較是追求濾杯 一般就是平底濾杯 它整體的流速比較慢 對 對 然後它整體可能 它可以融出很多的甜 嗯 可是酸跟香的飽熱 就會被 甜跟厚段的物質乾掉 嗯 對 那這一顆濾杯想要做到的就是 我一樣把甜給拉出來 嗯 然後就減少枯 跟色的這些溶出 但是盡量去 讓這些水量去分佈在 更多溶解出酸跟香的這個分子 對 所以均勻萃取 我覺得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OK 那請教一下 我們剛剛說第三題就是 到底 那設計原理是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 導出這個結論 然後再喝一口 好沒問題 其實最早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我們做CM 那這邊就有點比較 比較專業一點的東西 嗯 我們就想要挺這個 那2021年的時候 其實我原本以為會有比賽 結果沒有 因為疫情沒關係 嗯 然後我想說啊 雖然有時間 我就開始把一些咖啡粉的樣本 送到耐滾中心去做實 去做測試 聽起來還長遠 那就開始得到一些數據 結果就是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那種什麼 粒鏡分佈 嗯 就是你要的主粒鏡跟小粒鏡 是的 對 那 另外一個幫助我去瞭解到咖啡粉 淹膜的東西 其實是 我們的表面積 嗯 表面積的分 所以後來就發現 雖然我們可能想要百分之80 都是我們的主要淹膜 比如說800mLm 1000mLm這樣子的大小 嗯 它其實佔總表面積只有28 哦 所以代表的是 咖啡粉的強度的萃取啊 物質的萃取 其實都來自於 細粉 細粉 而且是極細粉 是可能20到60mLm 這麼這麼小 20到60mLm 對 就是我們會覺得要塞粉 對 然後塞塞塞掉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是100 就是300以下 對對對 但有很多20到60的會黏在 粗粉上面 嗯 是塞不掉的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 萃取的過程當中 雖然我覺得我好像在煮粗粉 但其實是粗粉上面的 極細粉 所以其實是粉表面積 那也就是說 我如果磨得越細 嗯 我的粉表面積就會越多 越多哦 那我使用的 呃粉量就可以變少 我的Ratio就可以拉少 哦 所以它其實就是算一個表面積 對 就可以了嘛 也沒有這麼複雜 但其實呢 最大的問題就在 我們雖然說 它有一個粉表面積對水的一個 這個Ratio 但真正最大的問題是在 你怎麼讓這些表面積都 非常均勻的 水到 萃取 所以最早第一件事情 當然 我就要想辦法先讓粉層變 嗯 就是可以讓上層的粉 到下層的粉 都可以比較均勻萃取 對 這是第一點 所以就會變成它是一個平底的濾杯 對 然後再來就是出水孔 嗯 所以其實出水孔的這個設計的概念 是第一個 我們需要它有一個一定大小的 出水量 對 然後所以總量加起來的話 是可以讓流速夠快 是的 但是我要把它分開 嗯 分開的用意是要去攤體風險 嗯 所以其實在裡面的這個結構設計上面來說 它每一格都是被區隔開來的 對 然後平底的時候流速很慢 通常是因為 我們的濾紙最後會完全貼合 平部的這個接觸面積 嗯 所以它的氣體的流動就變得非常的差 嗯 所以就變成小時候我們玩那個吸管 我們把手放在吸管上面 然後把液體抽起來 放開的時候才會流下來 對 它底部就有點像這種真空腫 嗯 對 所以我們就特別去把我們的出水孔 跟濾紙接觸到的這個地方 完全分開 嗯 讓它底部有一個空氣可以流通 對做很深喔 對 所以讓它底部的空氣流通可以比較好 嗯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讓整體的流速是穩定 嗯 所以在設計開發的時候 其實最困難的點在這個地方 對 讓它能夠有這個空氣流離開 然後尤其就是這個小的份量 就是一人份的 所以其實在整個成型啊 或者是脫模 其實難度都很高 嗯 那再來就是我講的就是細眼膜 你要去破壞掉它的粉層 對 所以我們其實原本中間是有 直接是一體式的一個柱子 嗯 後面就要考量到是濾紙 所以最後決定三不轉路轉 嗯 對我們就把中柱給分開來 那如果我們把中柱給分開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般平底的濾紙放進去 那我們再把中柱放在空間 它其實反而效果更好 哦吼 對 所以其實去年跟今年最大的差別 就在我們把中柱給單獨開來 對 那呃 大家會看到上面其實有一個膠 嗯 那這個膠它是石柱膠 嗯 對所以我們就把磁點埋進去 然後中柱也是 嗯 所以它兩邊都是石柱膠 它其實耐熱都非常的夠 對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就是這個石柱膠的部分 對 對 然後呃 最後的話其實是在 底部的這八根肋骨上面 還是有個稍微倒坡的這個效果 嗯 對 所以就可以讓整個流速上面是穩定的 嗯 那我們只要把中柱放在中間 然後繞圈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快速讓整個粉表面 都可以均勻吃水的一個狀態 嗯 對 所以快速的繞圈 然後再去決定 譬如說我今天想要減少後段的萃取 我就做在中間 嗯 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做出一個上面的調整 所以給在中間後段會比較少 嗯 對 為什麼 就是它在 尤其是在萃取的後期 對 可能我們開始要溶解一些比較大的分子 是 如果我們在繞圈的過程當中 它一定還會有繞圈 哦 主要是翻角的關係 對 雖然它翻角不是說這種大型的翻角 可是這個水珠直接注在粉塵上面 一定還會有影響 所以是更輕柔 對 然後讓它均勻的把水放下去 哦 對這樣後面合起來就會更舒服 了解 對對對 所以其實整個開發的概念 跟它設計的原理 大概就是均勻萃取 然後跟一些彈性空間 可以去做萃取上面的調整 但是每一個小小一個每一個環節 都有一些意義 對 真的是 因為我當初看到這個溝槽的時候 我就深得我心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厲害 對 真的我自己覺得它像是那個 平底濾杯下面放了一個水仙濾杯 對對對 對 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喝起來可以融合兩個 兩個風味 所以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對 那最後的話其實是 我們把這顆濾杯取名的Float 其實這個Float的意思是 希望讓大家可以有一個穩定的水流之外 也可以依著自己心裡面想要呈現的東西去調整 所以其實這個濾杯對一般的新手來說 是因為它均勻萃取 嗯 減少了苦澀的溶出 嗯 所以我可能磨細或磨酥 在一般的沖煮參數設定底下 我就可以放大咖啡的風味 嗯 然後減少苦澀 但是比如說像我 我很喜歡細眼磨 或者是我有一些很多 一些奇想 在沖煮上面的一些策略 對 那它都可以表現出來 所以這個Float 某方面也是希望可以反 反映出大家心裡面想要呈現的 Recipe 的一個 一個概念 到時候變出很多不同的花招了 對對對 我自己就有兩套三套主要的這個Recipe 對 然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個比較偏細眼磨 然後可以把細眼磨也組出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狀態的一個 參數設計 OK 非常非常棒 到時候學長要弄一個 出來PK一下 好 OK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Eric 講了這樣的詳細 從原型 然後沖煮 還有那個最後的 這個設計理念 這個理念是寶貴 對齁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就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會請Eric 來跟大家回覆了齁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 綠杯有興趣的話 好像也沒有多少顆 對 宣泄也沒有多少顆 大家再關注一下囉 OK 那我們 開放這段觀眾朋友說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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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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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